你们不是警察是不是 你们是绑架 我说不是 你信吗 警匪骗我们看过不少 但是根据真实案件改变了警匪骗 大家能想起几步呢 2004年2月3日 北京发生了一起害人听闻的绑架案 几名绑匪假扮成警察 在北京三里屯一家酒吧附近 公然绑架了一位国内的知名引擎 北京警方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展开营救工作 在绑架案发生了22个小时后 成功救出人质 并抓获了以王立华为首的暴力犯罪团活 这件事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吴若虎绑架案 到了2015年 知名导演丁盛邀请了案件的原型人物吴若虎先生 联合刘德华刘烨王千元等实力派演员 将本案改变成电影搬上了大一幕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解救吴先生的故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王正义 吴若虎这个名字可能我们很多00后的同学都比较陌生 但是作为一个我这样的90后观众 还是很清楚他的影响力的 在我小的时候 电视台就经常播放吴若虎主演的电视剧 由于外形硬朗正派 吴若虎当年饰演的角色 很多都是警察呀 好爸爸一类的正面硬汉角色 比像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他主演的 吴建正义啊 29天半这样的警匪片 可以说2004年正是吴若虎影视生涯的黄金阶段 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年初 他遭遇了绑架案 之后有很多的导演都曾想将这改变为影视剧 但都被吴若虎拒绝了 直到十多年之后 他才在丁盛导演的邀请下 同意了电影改变 并在电影中饰演了当初救出他的警察 同时也有反恐英雄之声的曹志刚警官 那么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电影的脚步 进入到这场惊心动魄的绑架案中 正月13的晚上 北京视频还沉浸在新年的几月中啊 知名引进吴先生从香港来到北京 和大老板程总签订了接下来的拍戚合约 当然电影的人物虽然叫吴先生啊 但是人物设定就是按照刘德华现实的身份背景来的 比如他是香港的巨星 比如演过赌神 两个人一出酒吧呢 就有人要上来跟吴先生合影 路人也纷纷拍照 吴先生也不摆架子 尽量满足粉丝的要求 但是就当他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 几个自称是警察的人上来称 吴先生的车涉嫌肇事逃逸 要求吴先生跟他们回警局协助调查 市局刑警队的啊 您这车呢 涉嫌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案子 只要你配合一下 那自己的车有没有出过事故 吴先生是再清楚不过的 当即要打电话向警局询问情况 结果对方一看吴先生不配合啊 立刻掏出手枪上膛 强行把吴先生给押走了 可现实中的警察哪有那么轻易拔枪呢 加上对方抓到吴先生之后 开车速度极快啊 还说脏话 很明显对方不是警察 你们不是警察是不是 你们是绑架 电影的前半段用了穿插叙事的手法 把故事的主体呢 分为了警方跟吴先生两部分 在介绍完吴先生的绑架案之后 镜头一转 来到了案发18小时后 此时啊 匪首张华已经被警方抓获 现在正在对他全力审查 希望可以找出吴先生的下落 这个张华绰号华子 从小就不觉好 非常的嚣张 17岁啊 就因为抢劫罪被判了9年 出狱后一年多的时间 又绑架了北京商人孔老大的弟弟 孔老二 你明听错啊 华子没成年的时候啊 就蹲过一次大牢 是属于出狱后仍然死不悔改的那种人 而且他再次犯下重案的时候 也就27岁 警方受到报警之后 对孔老二的案件非常的关注啊 但是孔老二的哥哥孔老大呢 人比较轴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 都不信任警察 以为对方就是会黑社会的 给了赎金就可以换取弟弟的平安 到了焦淑金那天 孔老大就是不服从警方的安排 执意要一个人 按照华子的指示焦淑金 结果是钱给了 人也没输回来 一段时间后 华子顾忌重施打算直接对孔老大本人下手绑架 但这次啊 孔老大听出了华子的声音 和手下的小弟奋力反抗啊 总算是保住了小命 随后立刻报警 但是华子还是凭借着不要命的镜头 丢了一个手雷啊 逃出了警方的追捕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警方顺着孔老大的案子 接连抓捕了两个嫌疑人 把目标锁定到了华子的同伙东的身上 但是呢 他们也都不知道华子的下落 家长华子没有再继续作案 警方的调查呀 一时间就陷入瓶颈 直到吴先生出身 吴先生被绑走之后 程总就立刻报了警 向警方详细说明了案件的发生过程 因为这次的作案手法 几乎是跟孔老大内纪一模一样 都是假扮成警察 把人绑走的套路 所以啊 警方就将两警案件并案侦查 动员了几乎所有的警力啊 全力展开搜索 终于在案发18小之后 成功将华子抓捕归案 但是抓到人还不够 必须得把人质救出来才行啊 但是因为华子坐狗牢 也算是老江湖了 所以面对曹刚和行丰 两位老刑警的审问啊 根本就不太怕的 不过警方观察到了 华子一直在看墙上的时间 意识到华子很可能 是跟同伙约定的时间 于是啊 就顺着这个思路 打开了第一顶 时间紧急啊 只剩一个半小时 华子为人狡诈 不论行丰怎么套话 都会被他躲开 最多就只能从他那里 问出手里的枪是从哪买的 但是紧接着 华子的一句话 又让警方掌握了一条猛料 明星目标太大 早知道 还不是在绑普通的 张华 到了这份 打仗打仗 你只手下败将 没有必要锤子挣扎 你手里还有筹码是吗 别低头 来 看着我 筹码是什么 人 原来就在案发的前一天 华子以同样的手法 还绑架了一个叫 小豆的年轻人 但是年轻人说 自己是傍负博的 没钱 这才又策划了 吴先生的内纪绑架案 那得知华子手里 有两名人质 无疑是进一步加大了 警方的压力 总队长看着华子 死扛着不招 就让人给他拿了份脚子 软硬结实 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但是依旧无所畏惧的华子 只是淡定的 对着监控问了一句 你们是怎么抓着我呀 镜头拉回到案发后的45分钟 吴先生被华子绑到了郊外的一处农家院 匪毒除了华子之外 还有一胖一兽两个跟班 以及一个叫苍哥的人 四个结尾中 出去华子 苍哥是比较嚣张的 相当于是华子的合伙人 而不是下属 而另外的瘦子属于听话的小弟 胖子属于略微胆小的 但是很崇拜吴先生那一类的 看到这次绑的人是吴先生 就差动手要签名了 当然对于华子来说 现在不是要签名的时候 他们把吴先生绑到屋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个下马威 什么下马威呢 当着他的面 把前一天绑来的小豆给弄死 小豆是年轻人的 被吓得哇哇大叫 好在心地善良的吴先生 用自己的方法暂时救下了他 但是华子开口就要不低于500万的赎金 这无疑是超出了吴先生的能力范围 其实这也不奇怪 吴先生是香港的一人 资产主要都在香港 他手里现在只有下一部戏的300万订金 存钱的卡就放在租的公寓里面 而面对华子的赎金要求 吴先生用自己的理由 吴先生用自己的理由应付了过去 我钱都在香港 让你香港的家里人把钱打回来 行吗 我没意见 我没意见 我是替你想而已 在外地汇款 不方便 你把现金提出来 是不是实质一点 这番对话看得出来 吴先生还是很冷静的 对于自己当过兵 结了婚的事实都进行了隐瞒 还很有耐心和胆量 和华子讨价还价 而300万很明显 也达到了华子的心理医区 所以他马上动身 去吴先生家里拿卡 另一边警方也根据 开头报警的程总那里 锁定了吴先生的公寓 但是当警方赶到的时候 华子已经拿着卡离开了 警方顺着公寓的监控 锁定了华子的车呢 是近期的被道车辆 就怀疑啊 跟偷车惯犯波仔有关 或许找到这个波仔 就能问出华子的下落 但眼下出了程序没有监控啊 华子的行踪依然是个谜 你好啊 吴先生 我跟你说啊 你真是个好演员 不当演员 可惜啊 华子很狡诈 想用暴力手法 再套出吴先生一点钱 但是很明显 300万已经是吴先生的极限了 华子眼看吴先生实在没钱了 就拿出了从吴先生家里 淡然的摄像机 开开心心的 要给他录像留个记念 但是紧接着 吴先生就拿过的摄像机 摔了个稀巴来 两方人再次发生冲突 应该说吴先生的这个举动 还是非常的明智的 因为华子的这种绑匪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如果他成功录了下 那就可以凭着录像 继续向吴先生的家人勒索 如此一来 吴先生这个大活人就没有价值了 很大概率会被撕票 当然砸了摄像机 华子一时间也不能拿吴先生怎么办 因为300万的金额太大 要从卡里取出来 必须要本人打电话到银行预约 所以吴先生现在还不能动 而华子取钱的办法呢 就是先让吴先生和银行预约 然后由吴先生的朋友帮忙取钱 并支付赎金 起初吴先生还不愿意让朋友牵扯到其中 但眼下除了让朋友帮忙取钱 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拖延时间 于是吴先生在华子的监控之下 给曾经的老战友老苏打去了电话 老苏和吴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 更是过命的战友 他知道吴先生现在打电话给他 是把他当成了最好的兄弟 于是接到电话后 立刻用座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之所以用座机就是要保证 手机通讯随时上通 防止华子打电话过来 自己接不着 果然老苏刚报完警 华子又打了电话过来 打完电话 华子立刻换了一张手机卡 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 打一次电话换一张卡 凭着李华子出去的时候呢 其他三个绑匪都没法主动联系到华子 只能等华子打电话给他们 当然电影也是用这个细节啊 表明华子的老练和谨慎 按照警方的话讲 华子不是一般的小猫 不过吴先生也不是一般人 由于自己从军的经历啊 从被绑架开始 他就很冷静 很清静 除了能当着华子的命摔摄像机 还能在夜里面跟几个绑匪聊几天 你说你也不先老啊 谢谢 哎呀 人的命就不一样啊 我在狱里待了九年 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我出来了 九年呢 出来干点正事 对啊 什么叫正事 啊 你告诉我什么叫正事 走工作 我一没有经济技术 二没有大哥在后边撑着 我三没有人脉啊 你说我能干什么 那这段对话就很有意思了啊 墙上的挂里有龙叔和刘德华本人 华子那句你也不先老啊 可能也是导演在代表观众问刘德华的 而这段吴先生对华子的劝告呢 也是我们正常人啊 对华子这种绑匪心态的不理解 是吧 你干什么不好啊 非得干绑架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但是坏人做事 永远都有自己的借口 就像华子自己说的啊 什么都不会 又有钱科 想干什么都没人要 看似聚聚在里啊 其实只是绑匪 在给自己干怀事找借口 导演丁盛在电影中 没有用什么高大上的言论 来驳斥这种匪徒思维 而是用了一组天亮的镜头 走了一遍人民大众啊 每天开始工作的过程 包括环卫工啊 上班族啊 早餐店的老板啊 每个人都在生活中 普普通通的活着 其实这个就是在告诉观众 无论一个人曾经犯过什么错 走出监狱的那一瞬间啊 他就是普通大众的一员 而这个社会其实是包容万象的 不会因为一个人曾经做错事 就彻底断绝他的所有生路 只要人有改过的想法 总有一份工作 不会拒绝他的 而像华子这种人呢 你让他踏踏实实的找份工作 是吧 拿着几千块一个月的工资呢 是不可能的 况且他在空老二绑架案中 拿到了一百万的赎金啊 已经尝到了甜头 只要搞定了吴先生 就可以再拿三百万赎金 你想想这么大的诱惑 他能改过资金吧 是吧 到了第二天 华子压着吴先生出门 打电话给银行预约取钱 之所以要把人带出去打电话 是怕警方通过信号 反追踪到他的窝点 而警方有了老苏之前的报警 已经在银行外面设了埋伏 也在顺着电话一路反追踪 但是因为华子带人在外面绕圈子 所以也无法锁定华子的具体位置 而就在华子打完电话 带着吴先生回家的时候啊 吴先生隐约听到了拖拉机的声音 突然想了一个点子 说要下车几个手 其实也就是想借死举 来吸引路人的注意 而华子的车呢 本身就挡了车牌 行人一看到就知道是不正常的嘛 拖拉机司机呢 就瞄了一眼 转头啊 就跟路边的民警说了这个事 警方通过这个情报呢 就进一步的缩小了 肥沃的范围 你开着车奔那嫌疑车辆相反的方向开 在那附近找一下 有没有最近出租的民房 而华子呢 和老苏约定上午10点 在银行交付金 等到他把吴先生送回家之后啊 自己开着车去程序交易 走之前就定住手下 晚上9点之前 要是没打电话回来 就说明自己出事了 您的车费52 不用找了 谢谢啊 给您撕个票 华子也很谨慎 选择了把车停在城外 自己打车进的城区 但是他也没有去银行拿赎金 而是拐弯抹角的 把老苏引到了一个商场里面 并且告诉他 吴先生的银行卡和身份证 就放在了垃圾桶下面 让他拿着这个去银行取钱 等华子完成了这波操作之后啊 又回到了城外 开着车重新回到了城里 不过这一次 华子露出了车牌 等他给老苏打电话 约定晚上交易的时候 警方再次追踪到 华子进入了城区 以此同时 警方通过之前掌握的线索啊 成功抓捕了 给华子提供车辆的波载 顺着波载的信息呢 又抓到了之前 跟华子一起绑架孔老大的同伙 东子 通过这两个人 警方锁定了华子的车牌号 以及华子老挝在郊区农家院 这个信息 但具体是哪个农家院呢 东子也不知道 为此警方就兵分两路 一路在城区展开地毯式搜索 寻找华子的车辆 另一路呢 就进入郊区排查 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农家院 而在城区搜索的民警 除了安排人在马路上搜寻车辆 还单独安排人 在各个小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就这么一直找到晚上 终于在案发17个小时后 警方成功在一处小区 找到了华子的车 通过蹲点 确定了这是华子女朋友家 但是因为小区内外的人流量太大 而且华子还有手榴弹 警方呢 也就没有迅速的展开行动 而是选择把华子的车台扎破 等到了人少的地方啊 再想办法把它拿下 果然呢 警方的计划非常成功 趁着华子到文修点补胎的时候 警方立刻开始抓捕行动 你这谁呀 啊 这儿不坏 你这谁呀 谁呀 你这谁呀 你这谁呀 带你谁 你玩了呀 别走 我 你 啊 别走别走 那儿呢 行 啊 别走 这孙子把保险给挖了 至此案件发生后的18小时20分钟 警方将匪首张华抓捕归案 镜头呢也就正好跟开头的交叉叙述对应到了 警方一方面对张华展开审讯 一方面对他女朋友家里面进行搜查 找到了一把手枪 由于女的已经怀孕 警方就没有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而是把人送到了医院看管的进来 华的自己则在警局继续扯逼 吃完警方的饺子还不打算交代 警方也就不客气了 直接开启嘲讽模式 你那哥是几个 等得起怎么急 张神奇 我是老大 我说的算 千万别提醒你老大这事啊 你弄三百万 给人冻了十万块钱 怎么分有我自己的规矩 你这就不仗义 什么叫不仗义 我自己的钱 我有自己的分法 你怎么分 我想怎么分怎么分 我愿意怎么分怎么分 分完了我自己的还得留点呢 留点干嘛 留点买箱租房啊 租房干嘛 关人质啊 让人质换钱 当然 收了钱放人质吗 那我能放吗 我弄死他 买了 买了 然后在上边种上什么桃树里子 像是苹果 人一旦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就不容易被攻破 所以警方让华子 好好的吃顿饺子 就是为了松懈他的心态 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 再开启大招跟他斗嘴 这一斗啊 果然从华子的嘴里面 套出了不少料 让郊外搜寻的警方 把范围进一步压缩到了 有苹果树的农家院 这一下就大大缩小了 警方的搜索范围 等华子回过神来的时候 知道自己已经上套了 现在他的筹码是越来越少 到了8点时分 华子终于扛不住了 跟警方提出来 要见女朋友一面 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华子已经开始逐步的妥协了 不管他见女朋友有什么目的 警方现在满足他的要求 就可以顺势瓦解他的所有计目 华子想见女朋友 多多少少说明 他还有一点人心 清风就问他想不想老梁 结果华子来了一句 你看看这是什么混蛋逻辑 如此毁三观的话 也只有这种丧尽天良的汉北 说得出来了 那谁知道他到了医院 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是吧 到了医院 女的一见到华子 先是抱住他 再是接连问了好几句 好家伙感情连孩子都给人怀上了 连人家信什么都不知道 是吧 这还不要紧 华子在这期间掏裤裆的小动作 被警方迅速的捕捉到 用金属探测器一查 还真找到了一个手铐钥匙 原来华子怕自己早晚有这么一天 就提前把手铐钥匙藏在了裤裆里面 提出见女朋友 就是想借机混出警局 在寻找机会 打开手铐逃跑 没想到还是被警方发现了 华子最后一个筹码也就没了 可是呢 这混蛋还是不肯招 现在能说了吗 我不说行吧 我后悔了 而与此同时 郊外负责排查的民警 也终于锁定了几家民房 警方这个时候也就不跟华子废话了 立刻押上他 前往郊区准备救人 而就在警方紧锣密鼓的 准备营救计划的时候 吴先生呢 也在想办法自救 他看出来胖子胆小 又很崇拜自己 就想着私下贿赂他 让他放了自己 结果胖子来了一句 一听这话 两个人都懵了 搅斗更是陷入了崩溃之中 苍哥更是不装了 煮了一锅饺子 让两个人吃完准备上路 只不过一声向善的吴先生不吃肉 就没有动筷子 尽管从被绑架到现在 他只喝了精水 吃了一口苹果 但是在此刻 他还在坚持自己的人生里面 而吃完饺子的小豆也不明白 自己这么年轻 也没干过什么坏事 为什么就要白白的丢掉性命呢 他在最后也向吴先生坦白 自己其实也不是放大款的 有正经女朋友 女朋友的条件也很好 只是他怕女朋友 给自己送赎金的时候 也会遭遇危险 所以从头到尾都在装上 这一刻吴先生知道啊 小豆也是一个有原则 有担当的好男人 自己之间救下他是没错的 只是两个人原形所有的希望啊 都在这漫漫黑夜之中逐渐消亡 而死亡也开始像一个触手可及的东西 在向他们靠近 那边警方正压着滑子 前往确定好的农家院 准备营救工作 而看着警方一路准确无误的 向自己的老窝前进 滑子知道 现在自己招不招啊 都不妨碍警方救人了 您的电话太及时了 这个位置是怎么确定的 白天拖拉机司机报警 给那个大反了 东子交代的把班给缩下 张华了解信息比较贯添 目前目标所见在百山腰贼 咱们现在所指的度假村 距离目标大约300 这个院子是各方面唯一符合的 干脆滑子交代了 这里边撒人 五感枪三长两短 那两人是就绑在东窝了 他已经没筹码了 应该出入不大 这次我第一个伤吧 商议好行动计划之后 决定由复制队长曹刚打头阵 其他的警力全部跟上 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制服绑匪 那个闲人说要见咱第一个进选人 我就是想提醒 我的那些兄弟枪都上膛了 第一个进第一个死 抱头 谢谢啊 这句话看似是提醒 实则是略带威胁性的 也就是吓唬人 但是这种话 在身经百战的中国刑警面前 也就是当笑话听听了 而这个时候 房内的吴先生正在尝试最后一次 劝胖子赶紧打开锁铐放了自己 但是最后还是被仓客发现了 把胖子打了一顿 他们的身体 神兵天降警方破创而入 仅在五秒之间 众人就制服了三兵绑匪 救下了吴先生和小豆 而此时此刻呢 时间正好来到了晚上休点整 回警局的路上 惊魂未顶的吴先生 向曹刚和新峰两位警官表示了谢意 他和小豆在见到亲友的那一瞬间呢 眼泪都忍不住的夺眶而出 这种劫后余生的重生感 让他们从今以后会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物 在一阵痛哭拥抱之下 一切尽在不言中 而对于警方呢 他们不眠不休奋战二十多个小时啊 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 现在没有什么比回家美美的睡上一觉 更好的了 十个月后 以张华为首的犯罪集团迎来了最终审办 包括东德在内的五名犯罪分子 三人被判处死刑 其他两人分别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在星期之前 警方安排了张华和自己的老娘见了最后一面 在见到白发苍苍的老娘那一刻啊 那个残忍的绑匪张华终于还是掉下了眼泪 除了张华的老娘 吴先生也在最后一刻申请见了他一面 只是这一次两个人隔着铁窗 华子再也不能威胁到吴先生的人身安全了 而吴先生这次来 并没有对他进行什么说教 只是给他带来了一框苹果 简单的寒暄了几句 而解救吴先生的故事也到此结束 这是几个人隔着铁窗 你怎么办 你怎么在那里 先说最后一件事 最后一件事 我看你这儿不知道 人 其他人能够 就慢 你推荐好 行 你再说一件事 你这儿出来 你让我这人家 我这儿就是 我告诉你几个 你这最关心那块 五 五个 解救吴先生是由国内知名导演丁盛指导 刘德华 吴若福等人主演的经典之作 回到我们视频开头的问题 大家看过多少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警匪片呢 恐怕有很多 光是香港汉匪张子强的故事 就被翻拍了好多遍 内地也根据他的事迹 拍摄了大名鼎鼎的插翅南逃 豪哥的经典语录在B站是经久不衰的 我现在没有心情听他们什么狗屁浪漫爱情故事 我现在就想搞钱 光羡慕人就有什么用 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 要变得比他们更有钱 不过也有一个问题 这一类的影片虽然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 但魔改加工的成分太高了 这也正是解救吴先生的特殊追溯 那就是电影在尽可能的还原案件 我们在电影看到的很多场面 台词都是直接还原的现场情况 比如抓到王丽华的那段镜头 就几乎跟现实一模一样 包括华子的精神状态和嚣张气焰 也是在王贤元精湛的演技之下 得到了神还原 至于警方的行动那就更不用说了 二十多个小时的破案过程 电影虽然不能百分百的还原 但是大部分的流程还是对得上的 尤其是最后破门抓人的那一段 其实警方在现场是经过了详细策划的 这才保证了破门之后 警用五秒就成功的制服截备 救出人选 当然电影为了突出紧张感 就省去了警方策划的过程 并且在最后用了一段慢镜头 仔细还原了那惊魂五秒 让观众的目光更加集中到了 警方救人的应用时刻 我相信这也是导演丁盛在用自己的语言镜头 向北京警方致敬 在看惯了港台以及欧美地区的金匪片之后 再看姐姐吴先生你会发现 本篇有非常浓重的内地金匪片的味道 除了场景拍摄 就是取自北京的大街小巷 还有电影的氛围感 并不是以人物的情感表达为主题 你看电影中刘烨和吴若吴的对话 是吧 没有太大的情感几步 就好像生活中两个人最简单的对话一样 肢体语言非常的简单 这样看似很平淡的演技 反倒是很接地气的 让人看着觉得很真实 没有夸张的人物情绪波动 这一下子就把观影体验 跟港台和欧美的金匪片全分开了 我们回到电影的原型 当事人吴若吴先生在接到丁盛导演的要求之后 并没有本色出演 而是选择了饰演营救自己的曹志刚警官 在纪录片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曹警官他们冲进去之后 是立刻上去围住人质的 就是怕乌地的绑匪会引爆鼠雷 伤到两名人 也因为如此 吴若吴在得救之后 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北京警方表达建议 这一次同意参与解救吴先生 一方面是因为电影足够的写实 一方面也是想借此机会 在案件结束十多年之后 再次感谢北京警方 我们同学可能会纳闷 电影里面吴先生丝毫不慌 都和绑匪聊几天了 这是不是真的 根据暗后劫匪的采访来看 这是真事 吴若吴的良好心态 也是他在暗后迅速走出阴影 重新开始新生活的重要语言 所以在后来的很多采访中 他都从来不避讳 再谈讨绑架案这个话题 都是以一种很坦然的态度 面对观众 甚至乎还参演了 当年解救自己的电影 如果没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恐怕是做不到这一点 当然再怎么好的电影 再怎么惊心动魄的真实案例 喷子总是能找到喷点 比如大家在刷这部电影影评的时候 肯定会刷到这样一条 什么绑架的是名人 才这么快破案 要是普通人被绑架了 谁管你死活 警察不会打理你的 那这种言论就纯属扯淡了 我们稍稍动动脑子都知道 破获绑架案靠的是什么呀 那么首先 警方要第一时间收到报警电话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展开营救 不过这个是受害者家属 或者亲友要做的 其次呢 警方需要大量的人员投入 或进行情报搜索 或进行人员抓捕 最后啊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参与案件的民警 要有大量的办案经验做基础 这样才能不走弯路 不被绑匪占据主动权 就比如电影里面的 华子始终不交代窝点 是吧 警方就从他开的车下手 先找到偷车贼 继而找到华子的同伙 最后确定窝点位置 别的不说啊 光电影里面 警方套话那一段啊 每个十年八年的办案经验 怎么可能做得到啊 办案经验哪里来呢 天上掉下来吗 除了警销书本上教的 还不是在大量的办案过程中 总结练习出来的 难道警方办的每一个案子 都只是跟名人有关的吗 警方如此熟练的破案手法 你说他们对普通人的绑架案 不上经吗 是吧 这话是不对的 再者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啊 多数是不知道 破获绑架案 在我国警界的含金量有多高啊 大家知不知道 绑架案在我国 是属于重大刑事案件的 判刑基本都是十年起步的 我们就懂实际一点的角度出发啊 抓到绑匪 救出人质 对刑警的职业生涯是有很大帮助的 到了今天的治安条件下 可能我们的刑警多少年都碰不到 这么大的一个金简包了啊 就像前几天发生的泰安抢劫案 是吧 很多网友就调侃说啊 这个匪徒是在给我们警方的狙击手 提供难得的实战机会 所以我们同学 不要说什么普通人被绑了 没人会管这种话啊 中国刑警是永远值得我们老百姓信赖的 这里是正义观影 我是王正义 我们下期再见